原林檢警在去年查獲了詐騙集團的避傷車手 而從車手的聯絡群組內意外發現 一名高雄林元派出所的陳姓遠景涉案 他跟詐騙集團乳賢不只是親兄弟 更在幕後擔任軍師角色 提供叫戰守則 還洩密提供個資給集團使用 警方追查 他們每個月的詐騙金額高達5000萬 而經過分操 每人每月至少是月入200萬 警方大陣上衝刑民宅 裡頭好幾名的詐騙車手眼看 來不及逃各個抱頭 怕地投降 窮海包括27歲陳姓祖賢 他們已買賣虛擬貨幣詐騙被害人 但檢警就在他們的聯絡群組內發現 裡頭成員竟然有警察 你是一個人在座嗎 對啊 那你之前對方是誰 檢警追查29歲陳姓遠景 與27歲詐騙集團主賢 兩人是親兄弟 陳姓遠景在集團幕後扮演軍師 專門提供交戰守則 還洩密個資給集團使用 從去年開始每月榨取金額高達5000萬 成員在從中分贓2-4%作為報酬 每個人月入至少兩百萬 靠在女友身旁慶祝交往六周年 或是參加喜宴和兄弟們勾肩搭配 留著一頭捲髮的男子就是高雄 林園派出所的陳姓遠景 平時加入慈善會熱心工藝 私下的他開百萬名車逮捕 女友生日還擴氣送上將近16萬的名牌包 生活過得極度奢華 現在被帶的八個人經過漏夜偵訊 包括陳姓遠景和遠景弟弟在內 一共四個人犯嫌重大 通常被當庭逮捕生涯獲准 而陳姓遠景嚴重破壞警域 高雄市警察局也祭出兩大過 將他免值 借國正義雲林 蒼島